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咱们继续汤牛猫的水上乐园 那么这个游戏是好久没有回顾了 水上乐园的话是一个经典的消除玩法 但是也开辟了仙河是一个全新的消除模式 这个消除非常有意思 甚至要你玩起来完全感不到它是一个消除类的游戏 那么人物都是以这种旗帜的方式出现的 通过旗帜与旗帜的进行消除 进行达到下一关 那么也是必须按照自己相同属性相同颜色的 才可以进行配对消除 同时在游泳池内是有一定的障碍物的 那这个游戏最初我们是经营整个的水上乐园 通过按照不同区域依次解锁 也就是说最开始这个游戏是没有全开放 那么到后来更新了 所有泳池向汤牛猫们全部开放 但是你需要去完成它的关卡 从而获得钥匙 那么钥匙是道具所产出的关键的一个内容 通过钥匙可以去升级我们的泳池 那泳池一个区域会产出一个道具 那么就是火箭 独角兽 红辣椒 还有新型的道具 这个新型道具呢 是在一小时内 我们可以无限次的去尝试任务关卡 那么要知道如果没有道具加成 我们的话一共是五颗心 那么也就是能尝试五次失败 那五次失败以后 这游戏就进入了CD值啊 就需要再次等待了 同时中间会穿插一些去尾关卡 这个足球关 那就到了足球先锋的时刻啊 本次登场的是两个球门 两名选手啊 往期都是一个球 或者是N多球 那么是一个人在踢 那这次的话 一共是进十个球 时间非常有限 咱们需要更快的把球踢进球门 如果感觉时间不够了 咱们可以碰碰运气 疯狂的撞击 利用场面的盘射器进行快速踢球了 还有15秒能否再进四个球 哎进去了 漂亮进球 还剩最后一个球 8秒钟漂亮成功进球 那么足球观众都知道啊 这个关卡的难度要 比正常关卡要稍微高一些 但这次的他的双人模式 稍微要简单一些 这一关只有五个步数 那越到后期 我们需要更准确的对战 如果你稍微打错了一两步 就可能导致后期没有步数 那么购买步数是140个金币 所以我不建议 如果你有吸引道具的话 那么直接重来就好了 或者是用左边的三个道具 快速完成任务 因为这个道具就是给你用的 你不用留它过年 也是没用啊 本身它去改变游戏的玩法 就是让我们获得更多道具 因为之前的话是没有任何道具的 现在改为游乐园 全部都解锁 进行升级 升级之后会降低道具的获取速度 每一块地区会对应一个道具 那么当前的话 差不多每48小时会铲出一枚道具 如果你用钥匙疯狂爆杆去升级 甚至可能10小时就能铲出来 那么你一天可以零两回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目前我觉得 如果想要达到10小时 还需要很多的钥匙 才能去解除 那我觉得的话 这里边这三个道具 都是有自己特点的 火箭是我们最后步数不够了 假如说剩一对人物 那没办法 因为火箭可以迅速消除 那我推荐开头用火箭 那除了火箭独角兽的话 就比较强了 点开独角兽 全部人物都将变为童话 你可以消除任何的 像这一关 开头就非常适合独角兽 红辣椒的话 是随缘的滑情 当一个人物吃上辣椒之后 他会以更快的速度 疯狂撞击 以打乱场面凌乱的效果 那这个独角兽 用的就比较好了 你看咱们用独角兽 最终打完还剩下两步 这一步消不掉 那么只剩一步了 那这一关如果不用独角兽的话 想要过关 那么是神坑 254关 成功完成 好 咱们来把道具收集一下了 获得十个金币 还有一些新道具 火箭什么的 都按摩旧班的完成 那么游戏的话 我给出的是四星评价 还算不错啊 中等偏上 整体的满秀风格 也是值得一玩的 那么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手游戏